新北市日前才刚刚举行完封城兵推演练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上午也宣布 下个礼拜要进行台北市封城的桌上演习 事实上台北市的封城远比想象的困难 行政院跟立法院关起来要怎么做 坦白讲这个还要我们台北市 要跟中央协调 封城不是你想象说要封就封了 大概预计下个礼拜会正式桌上演习 但是我们前置作业一直在 柯文哲说台北市的封城远练比想象困难 成本也比较高 因为在台北市有很多中央机关 因此台北市府还要再跟中央来做协调 不过柯文哲说在大约在两个礼拜以前 就已经开始跟消防局陆续在讨论 要怎么未来要进行封城的演练了 而且柯文哲还说有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演练一次还不够 未来还会在陆续安排当中 我们先在这一期 主要明天 我们先讨论 我们先讨论